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什麼特助 真的太過敲過了 快點這樣欺負實習生 你說話就說話 無所謂去腳踏手 做不到的事情 別這樣靠 現在想怎麼樣 要叫何特助來幫你倒三更是嗎 叫他聽你說話是嗎 我緊告你喔 我最討厭就像你這種 會怕後面 叫人幫你倒三更的人 你若是不知道 就靠自己 不要把他負責負責 我就不相信 你的何特助就要保護你這輩子 你特助你多會 我跟何特助真的無所謂 無所謂就無所謂 我沒有關係 不過也是跟你倒三更不是 你這輩子有夠高兵賠 不…我錯了 我要投出你一陣 這一個月的女生你很肥 那你快點放在外面嗎 你不是那個美的主管 你告訴我這 你又住這裡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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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說喔 你這個黑人沒戴就是這樣啦 漂亮… 很大怪的 你剛才把我戴著的 我不敢擔當 你去拿外面好嗎 我聽起來好像好想像 你是戴過那些西隆 小葉要夠愛吃的 就是有想像你這種 那樣沒你也會哭哭 我沒怪啦 你的小妹就像草莓族一樣 萬一婚前下班而已 但不會死我們便宜欠她 唉唷 你們小妹這種完工 我們政生醫院 真的沒辦法帶我去她 還不開了 你哭哭她 該處好嗎 這她不是你說的那種人 冠婷 你這次喔 最厲害就是說白菜 她說的話沒幾句都聽到的 蔡小葉 愛姐 老爸 我在想要問人 你平日真的有那種欠保護理事 想像是實習生 也要連續值班 十幾點才買 當給她下班 小葉的意思是說 家儀超時加班 她怎麼都不跟我說 她怕妳的煩惱 就是覺得奇怪 為什麼最近家儀最賣 最害怕的 看她以前有人公報私仇 她說的那不是真的嗎 那我怎麼賣她 但是王子說的太多 在對台灣吃 我不是僵對妳 但是根據個資法 個資法 是僵對惡意蒐集 洩漏個人資料 冠婷是別人的家事 她都會看妳 知道自己媽媽的背景 但就是妳 妳也是會接實習生 這麼一樓走到護理師 妳怎麼說這麼僵對家儀 何愛家 別亂說 我藏的是醫護管理 喔 對啦 呂萱萱這是給妳的事 妳是妳的安息嘛 我現在就帶冠婷 依照正常程序申請病例 好 冠婷小心 這邊請 這位何愛家 根本就是條工 要讓所有人知道外星婚 可以 那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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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 因為 3 4 5 5